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玩猪猪侠的超新萌宠玩具 嗯,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 这是飞飞 嗯,我们先看一下盒子里的小呆呆 变形合体 是什么意思呢? 哇,小呆呆变身咯 变身成这个样子是干嘛的呀? 哦,后面有它的说明哦 合体状态完成 啊,原来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当小朋友们机器无款的时候 就可以变成这个大的机器人咯 那么小呆呆的位置是哪里呢? 没错,小呆呆是右脚的位置 飞飞呢? 飞飞是左手 哦,不对 小呆呆转过去之后应该是左脚 飞飞是右手 好了,小朋友们 既然我们亲书是怎么样玩玩的 那么我们就开始变身吧 我们一把小呆呆拿出来 好了,我们拿出来啦 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 是怎么变身的吧 先看飞飞 诶,它的裙子是可以合上的哦 啊,这里有轮胎 也是可以合上的 手臂也是可以合上的哦 现在我们拉动耳机 居然是可以打开的 我们打开之后 再把它合体咯 变身成合体的样子 这里有个孔 可以对接上去 同样的,这里也有一个孔 对接上去 这样就不会掉啦 后面还有两个孔 是要把这个放上去 好了 飞飞的合体形状变好了 现在我们要看一下 是否正确呢 飞飞在这里 没有问题 是正确的 接下来我们要把小呆呆也变形了 小呆呆的衣服也是可以来回动的哦 看一下小呆呆是怎么变形的吧 看一下小呆呆是怎么变形的吧 脸部旋转过来 小呆呆呆的衣服 手臂往后翻 双腿弯曲 衣服给打开 我们把门子装上去 变身完成 那么怎么样是合体的变身呢 现在我们要变一下合体的变身 我们要变身 完成咯 现在我们的飞飞 还有小呆呆都变身完成咯 小朋友们我们只要再集齐三个 就可以变成一个大的机器人咯 小朋友们我们加油吧 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结束咯 小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